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 上次我们说了这个Deep Learning 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常见的 基于RBM构造的Deep Networks 也是可以类似的方法 用Latent Topics Model一层叠一层架下来 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 最难的问题是 学习每一层应该有多少个Hidden Notes 你说如果把这个问题 从Neural Networks project到Litent Topic Model的话 学多少Hidden Notes 就变成了学多少个Hidden Topics 而在Basin Network Basin Topic Model Modeling这个领域里 多少个Hidden States 就是多少个Topics 或者多少Hidden Notes这个问题 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是可以通过用Durich-Lay Process 作为这个Model的心念来解决 而且这个呢 我也介绍之前我们的在同学的Peacock 这项工作 实际上它的价值在于 利用Asymmetric Durich-Lay Prior Distribution 来替代Durich-Lay Process Prior 它带来一个好处是 模型的计算变得简单了很多 这就使得我们能设计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呢 让我们能学习很多很多的Hidden Topics 反过来呢 很多很多Hidden Topics 就使得Asymmetric Durich-Lay Distribution 能够在行为上接近Durich-Lay Process Prior 这两个事情相复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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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就是来决定 Hidden Topics 和Hidden Riding 当我们把这个Number of the latent Topics 成为K 实际很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工程上足够能力来 学很大的K 并且我们的Prior Distribution 是Asymmetric Durich-Lay Prior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发现 学出来的很多LayTent Topics 这次在文档中出现的个数 这是学习会得到的一组参数 有的出现个数接近于0 那我们就把它卡掉 对吧 我们的学历很大 我们拿到K 但是有其中很多的K 实际上在出现个数 几乎是0 就说明它并不真的出现过 卡掉 对吧 上下的非0的元素 肯定是小于K 那就是我们真正有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一定要能学很多很多的K 能力一定要比真正包含的 Number of Topics要大 对吧 才能卡 好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讲讲 我们到底是怎么实现 怎么做出这样一套系统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在这个系统里 Engineering的能力和 Mathematic Modeling的能力 是相所相成的 互为前提条件 缺了一个也不行 那在介绍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 之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呢 相对于Engineering Scale 相对于这个架构能力来说 不那么重要 它也很重要 但相对于其他两方面 就不那么重要 实际上呢 对于这个系统 它的算法呢 我差不多用三分钟 也就能给大家说完 Litent Topic Modeling的 Learning Algorithm呢 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呢 是Variational Inference 第二类呢 是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主要就是Gib Sampling 第三类呢 是我们称为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Based Inference Skill 比如说这个 Some Product 不管这是Some Product 还是Variational Inference 它的原则呢 就是我假设 每一个Corpus中的每一个词 它是因为若干个理由而出现的 其中每一个理由有一个Wait 每一个词会对应一个Latent Topic 的Distribution 如果我们的Latent Topic Number 就是几百几千 不太大的时候 这个假设问题不大 但是在刚才我们说的 超大根本学习的时候 假设每个存在100万个Latent Topic 那每一个词 文档中的每一个词 会对应一个100万维的向量 那这个可就大了 对吧 这是装不下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做 大规模拼音计算的时候 在做Latent Topic Modeling 大规模拼音计算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用Variational Inference 或者其他的比如说 Some Product Inference 留给我们的唯一一个选择 就是Gib Sampling Gib Sampling 假设 Trading Corpus中的每个词 是因为一个原因而出现的 只对应到一个Latent Topic 而不是对应到100万个Latent Topic 在这一开始我们会要做一个Random Initialization 在这个例子里 每一行是一个Training Document 第一个Training Document 包含Bill Gates两个词 第二个包含Bill Gates Microsoft三个词 所谓的Random Initialization 就是一开始我们假设 随机的假设 每一个词是因为某一个原因 比如表达某一个Latent Topic 而出现的 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假设一共只存在两个Latent Topic 一个用蓝色表达 一个用红色表达 所以Random Initialization就是随机的 给每个词赋予了一个颜色 接下来我们就要迭代了 迭代是什么意思呢 就不断地去更新每个词对应的颜色 或者对应的Latent Topic 有什么样的鲜艳知识 让我们来知道我们的更新呢 首先我们会倾向于 一个词对应的Latent Topic 是这个文档中 是这个行中的主流语义 对吧 那想想我们写一篇文档 或者写一个Search Query的时候 我们心中应该是有一个intention 我们要表达一个诉求的 那个诉求呢 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发掘出来的语义 实际上我们写的时候呢 是先有诉求 后有文字的 我们选的词呢 是通常用来表达我们的诉求的 对吧 那通常一个Query里呢 诉求数量不会特别多 本来就有一个很短的文本 大部分的Query表达一个 或者少数几个诉求 那我们选的词呢 肯定用来表示这一个 或者少数几个诉求的 那这个词对应的语义呢 那肯定就是应该接近于这个Query表达的 基本的语义 对吧 这是我们在这列的第一个 第二个思路呢 是一个词它对应的语义呢 应该对应它本身 比如说这个苹果 它一共就那么几个语义 可能是水果啦 也可能是苹果电影啦 也可能是苹果电脑公司啦 也可能是苹果产品啦 那苹果这个词 不管出现在哪儿 它应该就是这几个语义中的一个 对吧 这个意思呢 是和文档无关的 它在整个Corpus中出现 应该都是表达这几个语义中的某一个 实际上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 很多Latent Topping Model的 Gip Sampling的Update Rules 都会发现所有的 不管什么样的Model Update Rules呢 都主要考虑这两个点 那所谓的每个迭代呢 就是我们Go Over Training Corpus中的每个词 给它们都assign一个新的颜色 经过若干的迭代之后呢 Markov Chain Montecalo方法 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最后会收敛的 在这个例子我们就收敛像这样 为什么会收敛像这样呢 因为要想想Bill和Gates 在两个文档中贡献过 其中当我们在更新第一个文档中的Bill的时候呢 我们会倾向于Bill的颜色和这个文档中的Gates的颜色相近 最后呢久而久之 他们会被拽成同一个颜色 第二行呢 也有Bill Gates 他们的Core Currency呢 也会使得他们俩倾向于被赋予同种颜色 Microsoft呢 因为和他们俩贡献呢 也会倾向于被封为同种颜色 然后以至于呢 和Microsoft的贡献的Windows呢 也会被倾向于赋予同种颜色 类似呢 在右边下面也会出现这种 这是Core Currency 是很重要的 把语意去到一块 那这样同样的呢 Bill Gates Microsoft Windows 这几个词呢 不断的迭代中呢 他们都会被赋予这几个词代表的主流原因 对吧 当Bill变成蓝色的时候 Gates Microsoft Windows 都慢慢轻轻地变成 难死了 那这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statistics 里面讲 或者如果你一把片文讲 其中80个文章是讲 Megersault Bill Gates 那就导致有一个第二条路的出现 就是说 因为它就会逐渐的影响 因为那个 我们比较大 有个人性的一把 其余所有可能 NSD 只跟Bill Gates 同时出现的一次 但你由于 你有80片文章 有一个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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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这个Model 怎么设计 对吧 随着Model设计不同的 这两个原则的表达方式 数学表达是不同的 如果这个Model设计 我们一开始说过 它就是假设数据是 exponentially distributed 那么 很容易出现 这个小众词 被放进那些大众词 构成的topic 而大众词呢 Dominate 所有的laden topic 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首先呢 我们假设了 就只存在两个laden topic 第二呢 这里面文档呢 因为 对标为红色这些词 和标为蓝色那些词 一次贡献都没有 所以 不管用什么laden topic model的训练算法 应该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答案 但实际工作中呢 难免Microsoft Windows和 这个Apple iPhone 贡献过 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嘛 或者Microsoft和Apple 这两个词 贡献是很可能的 哪怕比较股价 都可能同时输这两个词 就是 对比较一点 对比较多 比较多 这些词 也会不少 那 真正的如何去判断有多少个K 以及如何使得小众的词 不会被大众的词 给吸进去 或者说大众词不要dominate 所有laden topic 这就是modeling the skill 这是刚才我们一开始介绍的PICKUP的一个主要的贡献 但这样的数学内容就很难在几页幻灯片中来表达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PICKUP的论文 目前的RX上但是也已经被ACM一个transaction接收了 今年稍晚一些时候会发表出来 大家看RX上的版本就好了 那么很早之前我记得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在介绍Layton Type-Modeling的原理的时候 我们说对于assign了颜色的这些words来说 它们的统计分布可以用两个矩阵来描述 所以这两个矩阵被称为sufficient statistics 就足以用来表达整个数据分布的两个矩阵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下面 右边矩阵中的每一行呢对应一个训练文档 它里面的数值呢是这个文档中各种颜色的分布的histogram 大家看比如说在第一个文档里有一个蓝色词和一个红色词 所以右边矩阵的第一行两个设计都是一 下面那个矩阵呢表达的是一个每个词 它为了表达不同语义在Corpus中出现次数 比如大家看最右边这一类iPad iPad一共就出现了一次 在这一次呢因为random initialization呢 它被赋予蓝色 所以iPad呢它在蓝色上呢 为了表达蓝色出现了一次 为表达红色呢没出现过 它一共就出现了一次 就表达蓝色 这一页里呢两个Sufficient Statistics矩阵的复制 都是基于random initialization来复的 那不断的迭代过程中呢 我们刚才说过每个词对应的颜色会被变化 那这两个矩阵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 而这两个矩阵的内容变化呢 又可以用来指导 下一次更新 词对应的颜色 对不对 因为右边这个矩阵呢 就对应于第一行 第二行说一个词的颜色应该倾向于 它对应的文档的表达的主流颜色 那在第一行里 有Bill Gates一个红色一个蓝色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在更新Bill的颜色的时候呢 Bill要么就被复成蓝色 就被复成红色 Gate也是要么就被复成蓝色 要么就被复成红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右边矩阵的第一行 蓝色和红色的位置是一样的 他想那好像都是同样概率了对吧 实际上因为它就两个词 万一某一次 Mark of Jim Monte Carlo 是随机的 万一某一次 Bill和Gate都被更新成蓝色了 那么大家看看 下面那个矩阵的最左边两个列 蓝色的部分的数值都会增大一点 对吧 因为第一个文档中 Bill和Gate都变蓝色 下面那个矩阵中 Bill和Gate对应的那两个列的蓝色的比重 就有可能加大了一点 这个加大呢就使得什么呢 就使得第二个文档中的Bill和Gate这两次 也都会倾向于 以更大的概率倾向于变蓝色了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Bill和Gate这两次呢 都慢慢的都变成了表达蓝色了 下面那个矩阵的最左边两列 都是蓝色的位置很高了对吧 然后呢由于第二个文档中 我们要更新Microsoft对应的颜色 我们又会用到右边这个矩阵中的第二行 此时呢因为Bill和Gate都已经确定是蓝色了 那右边这个矩阵的第二行的蓝色的位置就会比较大 即便当时Microsoft还是红色 我们也会看到第二行中蓝色的部分出现两次 红色部分只出现一次 那Microsoft呢会以更大的概率倾向于被变成蓝色 那Microsoft也被变成蓝色之后呢 它又通过更新下面那个矩阵的第三列 把另外一个出现的Microsoft也倾向于拽成蓝色 那那个Microsoft变蓝之后呢 又通过右边那个矩阵的第三行 这两个矩阵呢就分别表示两个sufficient statistics Laden-topic model呢有两类 一类早期一点的就是PRCA 它另外一类晚一点新一点的叫basin generated model 比如说LDA和HDP 两种模型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呢 如果是新的这一类的话呢 我们不需要右边这个矩阵 即可表达sufficient statistics 就只要下面这一个矩阵就好了 所以说呢是下面这一个矩阵 加上basin prior一块 就成了sufficient statistics 而右边这个矩阵呢是可以根据下面的矩阵推演出来的 这是后话的 这个性质着用在server system里 刚才我们说的serving system或者interpretation system里 在training system里呢都无所谓 就还是要用这两个矩阵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往大处想想 刚才我们这个例子里实际上的一共没有几个文档 对吧 12345677个文档 两个类子套片 如果现在7个文档变成71个文档的话 怎么办呢 很直观的想法是我们把文档分成组 或者说这个大矩阵呢横着切几道 这样每一块里面 每一块我们冲一个segment的话 每一块里的文档的数量就不那么多了 那么可以把每一个segment里的若干文档呢 放在一台机器上 这些文档对应的右边这个矩阵中对的那些行 就是文档的topic distribution的那些行 和文档放在一起 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切了两刀 把training corpus的右边这个矩阵呢 都分成了三部分 三部分可以放在三台机器 那下面这个矩阵呢 下面这个矩阵呢 它会简称为model 它就是generative basin latent target model的那个model 这个model呢 就必须要在这三台机器上都得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三台机器没法去更新 它的local document的颜色 对吧 那下面更新 第一个segment里的两行 那两个document的话 我们只需要右边这个矩阵的头两行 而这个头两行呢 又和头两个document放在同胎机器上 所以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它会用到整个这个model 所以整个model呢 也得copy到这个机器上 大家说 不对啊 这个例子里 所以第一个segment里边只有三个词 Bill Gates和Microsoft 那下面这个矩阵我只要把头三列 露得给第一个机器就够了 是这样吗 其实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因为这些认识里不会只有两个文档 往往会有几百万个文档 大家还记得这个自然源理解中有很重要的原则叫zips law吗 zips是一个long tail distribution 对吧 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随着文档数量的增加 这些文档中覆盖的词表的范围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我们从两个文档变成2000的文档 文档数量增加了100倍 而覆盖词表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刚刚因为你有2000文档 所以几乎覆盖了汉语的所有词 所以实际工作中呢 这块省不下什么 基本上每台机器呢 都得load下边这个model矩阵 大家想想 这三台机器就给并行的工作了吧 并行的update自己的local documents的word的color 那他们的update呢 又会使得他们各自对应的右边的矩阵的数 发生变化 同时也会 那他们的local model发生变化 那他们三个各自做完一个迭代之后 应该怎样 应该 互通一下消息对吧 我说 我把我的model怎么改了改 你说 你把你的model怎么改了改 我们大家的修改 叠加在一起 就应该是 我们所有人根据各自的这点数据做出的判断的综合体 就成了根据所有数据做出来的update的判断结果 对吧 那这个同步 这个sync up 应该怎么来做呢 首先 这三台机器之间通信的应该是我们各自做的修改 那个delta 而不是我们现在model是什么样的 之前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我们之间那个diff 那个delta 是大家要同信的 那个delta呢 往往是一个sparse matrix 数呢 不会太大 通常也不会很小 尤其头几个迭代的时候 可能并不那么dense 那 怎么来做sync up呢 一种办法就是 我们仨人 我把我的意见告诉另外两人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另外两人 对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n2n的通信了 这个通信量的太大 网络可能不好承担 第二个办法呢 有一个仲裁者 有个coordinator 每个人都把自己delta告诉那个仲裁者 仲裁者呢 也维护了一个model 就上一迭代的那个model 然后仲裁者把大家的delta收集起来 ply在自己的model上 再把这个改过之后的model 重发给大家 让大家抛弃自己的model 用仲裁者来的model 这是一种办法 那这种办法呢 就是这个第一个链接是发表在2007年内上的一篇论文 distributed the inference of leading-topic models 随后呢 第二个链接呢 是我在Google时候发表的一篇论文 就说 实际上是第一个链接给出的算法 是可以用MapReduce来实现的 也更用MPR来实现 怎么实现呢 把实现方法写出来的论文就是第二篇 大家想想这个怎么能MapReduce实现呢 之前我们的分享介绍过MapReduce 对吧 有两个phase 一个MapFace 一个ReduceFace MapFace是好多MapWalker在并行工作 ReduceFace呢 是好多MapWalker在并行工作 那我们可以让MapFace里呢 起三个MapWalker 每个MapWalker呢 会去从字盘上读 它对应的那个segment中的一个文档 每当它读进来一个文档 那一个文档表达成一行的话 就会使得MapReduceFramework 去trigger一下Map函数 MapInput呢 就是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不光包括词 也包括它们的color 对吧 然后呢 在MapWalker开始工作之前呢 MapWalker要load下面的这个model 对吧 那有了下面这个model 也有了文档 一个文档 以及其中每个词的color 只要有了文档 和每个词的color 就可以统计出来 右边这个矩阵的一行 所以右边那个矩阵是不用存的 这时候既然有了下面的model 又有了右边的statistics呢 这个MapWalker就可以更新 这个文档中的一个词词的color 对吧 然后呢 它可以把更新之后的结果呢 发给一个ReduceWorker 这个ReduceWorker什么也不干 对吧 根据